大家好,我是JY 今天來聊台灣的連接器大廠 是回應這位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 宣德 公司簡介 宣德全名為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90年,資本的是17億 是台灣從事生產各式電子連接器及按鍵的廠商 產品可以分為五大類別,分別是機構件、連接器 FATP整機組裝、線材組裝、SMT表面黏著技術 其中連接器又佔營收的70%以上 而連接器當中又以Type-C為主 其產品主要應用在各種的手持裝置、NB、PC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等等 產品營收地區比重,以中國大陸為主佔64% 台灣佔13% 其他地區佔23% 獲利人力從2000年上跪至今22年 獲利是非常不穩定的 在2007年到2012年期間是連續虧損賠錢的 從2012年以後利訊透過聯濤電子、利康投資開始入主宣得 獲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好轉 在其後的10年當中只有在2016年是虧損的 EPS4-0.27元 在這一年之後獲利是逐年成長 成長到去年2021年EPS4-5.11元 是創下上季以後的新高 去年2021年的營業收入是186億 成長25.7% 營業毛利是40億 成長22.7% 營業利益是20.2億 成長14.1% 稅後經歷是8.62億 成長22.4% 以上也都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表現相當亮眼 主要是售Type-C及伺服器連接器等需求旺盛 帶動業績成長 使得應收獲利都是爆發性的提升 來看一下宣得今年上半年的表現 營業收入是89.6億 成長28.2% 營業毛利是17億 是微幅的衰退 營業利益是7.44億 是衰退11.7% 稅後淨利是3.55億 成長7.6% EPS是2.09元 今年的獲利也是穩定成長 在過去許多的電子產品都是唯利的時代 不過台灣相關電子零組件供應鏈是已經開始轉型 從PC、NB、手機 再到電動車、5G、銀端、醫療等 目前轉型的成效是相當的不錯 其中在連接器產業中 過去是低毛利率的代表 但在這幾年轉型潮中 是直接受惠了 在近五年 宣得的3例是穩定成長 但今年前兩季的3例是受到通膨升高 升息循環來臨及二屋戰爭的影響 全球消費性電子產品 例如電子裝置、半導體、智慧手機 和家電的需求是全面斜崩 導致毛利率來到18.91% 營業利率是8.94% 最後淨利率是9.76% 都是來到近幾季相對較低的位置 體質檢視 宣得的本業收入比例是72% 標準是要高於80%以上 業外的收入是2.26億 裡面有利息收入 包括銀行存款的利息及其他的利息 另外其他收入有租金收入、出租樣品收入、政府補助及勞務收入 這一些都是常態性的收入 再來佔比較大的是其他利益及損失 裡面最大的部分就是境外幣兌換利益是1.69億 4美元走強 從今年初的27元多一路升值到31元多所產生的利益 這個部分是要持續追蹤美元的走勢 一旦反轉向下貶值就很有可能產生境外幣兌換的損失了 負債比例的部分是59.57% 標準是要低於50%以下 佔比10%以上的負債有 短期借款是44.16億佔21% 及應付賬款是36.85億佔17% 短期借款是銀行的借款 裡面有擔保借款及信用借款 應付賬款的部分是應付薪資及獎金、員工及董事酬勞 另外也有以母公司或子公司進貨及營業往來的必要支付款項 這個是屬於無需償還利息的好債 因此可以知道宣德的高負債主要是營運周轉的必要支付款項 因此可以不必擔心 鼓勵政策連續三年配發鼓勵 發出5.1元 發出11次鼓勵 合計發出18.6元 近兩年是至少配發現金鼓勵2.1元以上 今年是配發現金鼓勵2.5元 是上過以後的新高 今年是已經除全息過了 以除全息的前一天收盤價51.1元計算 持利率是4.9% 是不高 但是是只花了4天就填息成功 在最近5個有配息的年度 最多是只用了4天就填息成功 填息成功機率是100% 但是它的配息紀錄是比較不穩定的 是要小心的地方 展望未來 宣德早期的產品是以網通連接器為主 在利信集團入主力挺後 不僅成為蘋果、AirPod的供應廠商 在消費電子、伺服器及車用電子、接單及製造能力也是大要勁 近三年的營收獲利是穩定成長 今年在伺服器、連接器、Type-C及蘋果、AirPod的挹注下 營收的表現依舊是不錯的 從今年的1月起 營收每個月都是成長的 已經連續9個月正成長 前9個月累計營業收入是147.3億 成長20% 今年的營收也是有機會達到雙位數成長 連續5年都是雙位數的成長 今年的EPS也是有機會挑戰5元以上甚至是更高 而明年的配息 如果沒有重大的投資案 盈餘分配力也將維持在50%以上的水準 推估也應該在2.5元以上 也是維持在新高 操作的部分考量到過往的紀錄、股力的配發及獲利的不穩定 是比較不適合價值投資的 是比較偏向波段操作 這個就是要看技術面的分析了 目前先得的日金線排列是不正確的 5日金線是在10日及24日金線的下方 周線的部分可以看到是回測在前面的低點 形成了資深防守區 而比較好的進場時機點就是日金線排列正確 向上揚 而非價格向下跌就買進 在沒有長期的鼓勵保護下 向下買進等於是線買線套勞 是相當考驗能性的 可以好好的思考自己的操作策略是什麼 請不要跟金錢過於不去 因為賺錢是很辛苦的 好啦,本期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喜歡影片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,掰掰